我们今天要来讲一个 我觉得 就是说 如果你打工了上流水线 打工了 上流水线 上流水线了 已经上线了一个 一个年轻人 我对你的要求就是说 管住G8 管住生殖器 把这个钱和精力啊 尤其是你的肌肉耐用性 把钱 和你的精力 省下来 还有把你的抗享乐能力 抗享乐能力 一定要保持住 然后就是说你上流水线 游的十七八岁的初中毕业的 上流水线一个月也能换个四五千块钱 三四千块钱呢 然后 呃 省下个一千三五百块钱 然后就去 啊 就去这个 KTV拉个人走去二三十块钱的出租屋里面 就这一定要管住 你如果走上这条路的话 那将来咱们就是 敌对关系啊 那我的要求就是说 很明确的你把这钱省下来 啊 学习技能 啊 购置工具 购置基本的 那么学习技能 购置工具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能够让你转化成 因为在流水线上的活是无技术加成的 没有任何技术加成的 很便宜 然后你在上面就是个鬼 你要学习技能购置工具让你成为有有技术 成为技工啊 成为技工各个方面的技工 当然 经历和抗享乐能力这两项 啊 这两项是能够让你去做学徒 而你省下的钱是让你在做学徒期间 维持你的生存的 维持生存的 一定要学习技能购置工具 你如果是水 搞水的 你的PVC管子 那个烫烫 PVC管子头的那些东西 你的那个 电锤 啊 这东西 你都要有啊你明白吗 啊你的工具都要都要准备好都要有钱呢 然后 你如果是做木工的 那你的气蹦 你打枪钉 你的什么锯子 各样的这些东西 你都要花钱的如果你 你没有自己的钱来来购置工具的话 那你就算去做学徒也是被吸血啊也是被吸血 啊你的工具如果是你的那个带领那个师傅的话他会 你你不会很快的 熟练起来 他的价格也不一样的 做学徒 加那种外外包公司啊就是发单的那种外包 如果你没有独立的工具和技术能力的话你也是被吸血 你照样是被吸血 啊我在墙里面你一定要把钱省下来 我说一说无产阶级要成为行动者的第一步就是要脱离流水线 首先你要 从一个不设防状态 不设防的处在流水线被流水线死 操操操翻的那种状态 不设防被流水线死操的那种状态白脱出来 你要成为行动者你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劳动者 第一步就一定要做到这一点 要把你挣到的钱 你再怎么筋筋肉骨头难受 请你不要去嫖 尤其不要把这个钱省下来 然后也不要去赌 然后就是说 管住生殖器同时也是不要去赌啊 不要去赌 我告诉你你没有 你没有那种 主要花钱大的就是嫖呀 抽烟啊 吃冰糖就花不了几个小钱的 你不要去嫖 一下子四百五百六七百 那你干两三天三四天的 这个钱就就就就就被吸干了你知道吗 这个本身不创造任何收益的 没有任何意义的 这是一个标准的陷阱 标准个奴役你的折磨你的陷阱啊 你是说感觉你去耍你实际上是把自己给 你把自己的筹码就扔掉了 相当于说你在赌场你好不容易引几个筹码 实际上是你你自己是个筹码人 不就是说你你但凡你不想着去放纵性欲的话你就不会去想着我赌一下子就可以 赌 赌赌大赌赚三四千五六千 他这些钱基本上这种人还是去 去性享受吧 他还是去去 找小姐了 那有多大差别那家四百块的和这个四千块的无非他这个脸 一个脸经过什么 5万元的整龙一个脸 没有经过整龙 一个脸可能经过15万元的整龙 他是甚至说是借了贷款在整的那是四千块用来还贷款whatever 你没有啊 不要去赌啊那你只要克制住的你主要的升职语 啊你就不会去赌 你你把这一端管好这个东西你比较容易掐灭掉他的 比较容易掐灭掉他的 好了啊尤其那些老游子尤其在产产线里面会有一种享乐主义老游子 离他们远渊的他们虽然是无产经历他们但是是 实际上他们都是极右的 极为右翼的享乐主义者是烂泥垃圾 完全远离他们完全要远离他们他那条路要要你死的我跟你讲 你要把你所有的能攒下来的钱 不要 置换成那种就是 精神 就是空洞虚无的那种鸦片你知道吗 不要置换成这种鸦片来 来抽啊 就是性享乐 赌博啊 还是游戏里面充钱这东西 你如果是产生功能的话 那么首先你要从这种状态不设防的这种被流水线死草的这种状态被摆脱出来 那要进入用什么状态呢 就是我说你要有一定的技术 有一定的技能 在劳动力市场上有 你自己的个人有一定的溢价权 把你单位劳动时间的份额能够拿70% 甚至80%回来 把这个份额多拿点回来 然后 啊我说我这是对于行动者的要求啊你要成为活动家或者要成为行动者 要求就是说 把这个份额多拿一点回来 你才有余力嘛你才有时间你知道吗 然后 等到你有比较强的对于社会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加紧学习 就是你成为一个技术工人了之后 你甚至有自己面包车了能养活自己的家人呢 啊有个老婆了 啊甚至说 甚至开始 就是 就这个时候请你拒绝布尔乔耀化 拒绝布尔乔耀化 拒绝布尔乔耀化 然后再回回产线 如果说有可能的话 回产线 但是你回去的时候 就是我不是说 就是说我们不要深入产线 而是说 你不能处在一个不设防的状态 被产线死糙了一个状态 那你没你做不成任何事情 你完全就是一天 十几个小时在上面然后你 静疲力竞争 懂吗 你没有一下权啊 你首先你要个人通过 积攒金钱和资本积产你的精力 积攒你的抗 享乐的那种能力 啊 能够持续的去学习 能够持续的去学习 持续的去让自己 掌握一套技术 整合到一个秩序当中去 你成为某种技工的电工啊 水工啊 尼瓦工啊 木工啊 啊 或者运输工人啊 啊 或者说whatever 你明白吗 你我甚至说难听也你在这里面把钱用来吃肉 然后锻炼好身体肌肉发达了 你去做体力活都比在产线上那半人不轨的那个样子 瘦弱磊弱的那个样子 一天到晚被死操操的 浑身一点生气都没有都比他好 你把钱省下来不要去嫖不要去烂花 对不对 你我说是就是你把它换成肉吃下去吃到肚子里面加强体力锻炼 懂不懂 你健壮那你你溢价权也高 你明白你溢价权 你这个溢价权高值他妈的其实不高你怎么你不能拿回来的你这拿一个 其实 能够拿个40%到50已经算非常了不起了 能够拿40%到50已经算非常了不起了 因为因为我们大大概知道就是说 400每小时 是 资产阶级用 享乐主义女性 用享乐主义女体 用享乐主义女体 回收 回收这工资的一个渠道 把工资回收回去 400块钱每小时 那么 一般他这个 一天 10单 一个月300单 那就是 我靠没有这么多的 我这说夸张的一天可能 335单吧 3单 一个月 100单 3万块钱我们说3万块钱 我一般认为差不多是这个这个这个价3万块钱 好了我给他算4万4万 每月 每月那他 吸回差不多是 100号人100个人 100个人 工资被吸回去 那可以这里面有复购率啊 可能是50个人的工资被吸回去 这都毛骨骨啊 我不是我没有非常详实数据啊 50个人的这个 工资被 这个享乐主义女体给吸收回去 吸回去 啊来实现这个循环吧然后这个这些钱又又通过什么方式又流下去 我在这里要说的就是说 呃 在这个意义上讲 呃 我我是这样认为的 in my opinion 就是 这个4万每月的这个钱 可能差不多是 呃 哇靠 我本来认为这个模型是这个4万一个月的这个享乐主义女体啊 享乐主义女性啊 他是 拿的就是 剩余价值的足额 他可能是 就拿的就是全部的这个 就拿回来的是足额的 那这样算有点问题 啊 propomatic 啊 propomatic propomatic 就是 呃 或者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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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呃 这就好像就是 普遍适合嘛 普遍的 4000块钱每月 4000块一个月 无产机机 普遍的4000块钱一个月 那么有一个4万块钱一个月的是 就是仓妓嘛 他来实现的这个平衡的把钱又倒回去 呃 4万块钱一个月 他们钱都被吸走吸走但是这个 比例没那么高的 这个比例没那么高的 我我我大致就是认为就是说 就是 应该拿多少真的应该拿多少可能 在我看来啊在我看来 你买了拼脸就是在欧洲 呃 一半 2万块钱每个月吧 一半 2万块钱每个月就是 就是说一个劳动者真正拿到的钱应当是 这么一个特殊行业从业者的 薪资的一半左右 我我我大概是这样认为的 因为 因为他每个月要去两次 你明白吗 每个月要去两次 每个去两次 他这一个实现通过两次劳动就是 哎呀 哎呀 我觉得这个笔值 不那么算吧 我操 这差不多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哪怕你去打零工 你 一个月这么到两万 你一个月顶多挣一万块钱左右 一万每月 一万 或者说八千 每个月 你能拿到百分四十到五十已经算很了不起了 但是这也已经是 有发展权了 这个时候你就不是仅仅有生存权 你拿了发展权 You get your Developing 啊 right 你有发展机会的 这个这个资本就足够让你有闲 啊 有有有有有有资料去 啊 自我发展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但是我并不是说让你直接去做这个啊 做这个的话 也会完蛋的 做这个但是就是做 做这个的话其实是有点 就是你没有技能呀 你不掌握技能 你 你 你的 就是说这个就是 就是 这个就我 这里的核心啊 为什么 为什么我说你要去掌握技术 提高劳动溢价权 而不是说直接让你去做机或者做压呢 因为你做做这个东西特殊 撈片门 你没有提高你的劳动溢价权 你懂吗 你没有提高你的劳动溢价权 你没有 影响阶级力量的对比 所以不配自称个行动者 你明白吗 you understand 啊 所以他的核心是提高劳动溢价权 而不是说我靠我就是要楼到钱 明白 你只有你自己个人能够提高劳动溢价权 你才能回去带领其他人提高劳动溢价权 你说我直接去什么就去 我身材好或者我健壮我男的我去什么去钢丝球我靠 you know 没有用点那就还是 其实实际上你一个人就赚到这些钱 你是不是让那个腐植的那个肮脏的环境更有生机和活力 你其实是更让这么一个阴暗的巢穴 邪恶的那个那个腰分更甚大了 怎么办你反而更用享乐主义去俘获 就这这几个景观就更强大了 这享乐主义就去俘获那些 啊更多的这个劳动者了 所以不应当如此啊 所以不应当如此 所以我在这里讲的一点就是说 呃我们要思考清楚这个问题 we have to think through 我们要思考清楚这个问题 好好想一想 这就是我我我的一个要求啊 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 你如果就是说其实很简单 先去产现攒钱 然后成为技术工人 然后成为技工 你们所有人我操你是小自然业绩你学生绝望了 whatever 你所有人觉得人生没叛头我都回复这条道路 先去先去操被被操那一套然后 把力量攒了去学习一门技术成为技工让你有个人一家权 啊个人一家权 你有了个人一家权之后 你再进一步是你要回到产现去带领众人呢 还是说你要作为一个自己 要过小日子 那这个东西 不由我决定是你自己做决定的那我的意思就是希望你能够再想一想你从何而来的 从何而来 遇到 还有那么多人在受苦 懂吗所以你们所有人如果 生活有各种问题 那我就是说你能够你家庭能够给你一笔钱给你时间那你直接和和技术和劳动技能结合 如果你家里面没人办法给你提供一笔钱啊 流指线血缘工厂还在那边你进去被操 但你还要在能攒到一定的钱 做机工 和技术深圳技术结合 这个这个原理 适用于一切 你如果你是一个 脑力无传者也是这样的 你和 软件设计能力啊 和策划能力和结合 提高个人意见权 但是拒绝布尔乔耀华 我们的意思就是说 我的建议就是你要拒绝布尔乔耀华 那就讲到这里好吧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观看 观看 观看